桑老师 您刚才在舞台上那些动作 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出来 您这一套动作下来 行云流水 简直不费神 太厉害了 就你最甜是吧 真的 我刚才还跟阿泽哥哥说呢 我们当时一整个团的人 薛丁这一个动作 学了三个月都没学会呢 这么久的事情我胸不记得了 你没吃过我们那些苦 你当然不记得了 你估计就记得那些甜的事了 桑老师 你还记得吗 咱们那个团里啊 当时有一个废弃楼 做储物兼用的 那时候阿泽哥哥老趁你不在 偷偷带我去那看小说 还给我买可乐蛋糕吃呢 怪不得你那会儿 那个体重一直降下来 就是在偷吃是不是 行 要这么算下来啊 阿泽哥哥算是陪我 度过了整个青春呢 那不对啊 怎么会是整个青春呢 你现在依然很青春呢 林桑老师 他们这种关系 应该算做竹马青梅对吧 通常都会在一起的 为什么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 是你不喜欢你阿泽哥哥 还是你不喜欢齐悦啊 我跟齐悦 我们当时只是单纯的好哥们 根本没往那方面想啊 我现在往那方面想来不及了 没有 我现在看你们这么好啊 我可开心了 要是你们以后分手了 我肯定会难过后几天的 这个孩子真的太会讲话了 玛丽 来 没事的 玛丽 放心 我们不会让你难过的 你多吃点啊 帮你吃鱼肉 我 我 我有 来 给你讲 太肉 这块肉 这块肉 看起来就很不好吃 是吗 那我吃 桑老师 秦悦呢 在国外呆惯了 说话做事呢 都没什么分寸感的 你不用太在意了 他们俩呢 从小就认识 就是那种 比较亲近的关系而已 我不在意的 我见多了 对了 上次阿泽在饭桌上 跟你说了结婚的事 像我就很不一样啊 我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去的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那孩子就是这样 自己想好的事情呢 别想让别人跟他一样 总是给别人很大的压力 还好啊 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 你没解他的想法了 那你最长的一次恋爱谈了多长时间 两年多吧 那恋爱的保质期也就那么久了 你跟阿泽谈恋爱呢 我是很高兴的 首先呢 你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你在感情上呢 要比阿泽成熟很多 但是咱们私底下说 如果没有进一步打算的话 那我觉得就谈一年到两年的恋爱 也就差不多了 我是觉得现在 考虑这个 还早了一点 没到时候吧 阿泽的感情经历呢 是比较简单的 他认为呢 谈恋爱最重的目的 就是要结婚 如果你们俩想法不太一致的话 那我怕以后 这会造成你们之间的隔阂 嗯 是有这个问题 像我们这类人呢 在感情上是有盔甲的 但是阿泽没有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领导他一下 让他在你们这段感情里 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 幻想 其实呢我说那么多 也不太好 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吗 我太喜欢你了 要是阿泽 不是现在也见你 就好了 那我们走吧 好